了解 各位晚上好 總編輯時間 歡迎您收看我是杜萍 9月22號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75屆聯合國大會上 承诺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正是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一指标性的承诺也表示 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 已经进入了倍速阶段 专家说如果在2060年之前 要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话 中国的电力需求 将会增加至目前的三倍以上 预计超过20万亿度电 所以未来40年时间里面 平均每年的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要达到2亿千瓦以上 另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据估计 中国电动用车占比 将在2035年左右 超过传统汽油车 茶油车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 此次是中国向全球首次 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 碳中和也就是排放多少碳 就做多少抵消的措施 以此来达到平衡 实现二氧化碳总量的零排放 如果实现了目标的话 就可以防止世界温度上升 设施0.2至0.4度 那么从碳排放上来看的话 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的近碳排放 需要从1000多亿吨降至0 这需要每年3到3.5亿吨的碳排放件 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工程师表示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个过程不会是线性的 而是逐渐加速的 都是一些专业的词汇 估计可能大家听的也不是很清楚 我简单解释一下 碳中和实际上就是 把排放的二氧化碳 用别的方式给它削减 实际上就实现了一个 就是你排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碳 但实际上你采取的措施 又会使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消失了 就把它给吸收了 你简单地讲 比如说是智熟造林 像树木可以吸收部分的二氧化碳 但是只是靠树木还不够 还要用其他的一些科技手段 用科技手段来使得 人类在生活生产各方面 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能够被吸收掉 那么这一点就是要碳中和 实际上是把它给中和了 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目标是非常宏伟的目标 2060年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应该是困难是非常多的 其他的国家都不敢 都不敢做出这种承诺 那么中国做出承诺的话 一方面有决心 另外一方面也说明 就是在很多这些绿色科技 绿色能源方面 估计是有一定的底气的 好 今天主要的新闻是在 这个也是在中国方面 作为内地疫情过后的 第一个超长假期 今年中国的国庆黄金周 备受关注 尤其是中秋国庆双节同庆 长达八天的假期 预计探侵流和假期旅游客流量 将会增加 那么旅游市场需求旺盛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刚好在同一天 因此这次十一黄金周长达八天 根据内地一个旅游平台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 在出行方面 中秋和国庆双节同庆的特殊情况 推高了国庆黄金周的铁路出行需求 而热门线路的火车票搜索量大幅增长 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更是出现开售后立即售庆的情况 人们熟悉的一票难求现象 自今年黄金周后再次回归 从机票来看 国庆黄金周旺盛的出行需求 也推高了机票的平均票价 反称高峰时段的最高票价 接近去年同期水平 在住宿方面 三亚 西安 重庆 厦门 成都等预计是黄金周期间 酒店预定量较大的新一线及二线城市 疫情防控形势相对稳定的三四线城市的酒店预定量 预计也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主要以热门旅游城市为主 另一方面 学生也迎来了秋季开学后的第一个长假 不过大多数高校缩短双节假期 都安排了补课或者上课 黄金周的放假时间不足八天 师生在非必要情况下 也不得离开校园 同时 大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将正常放假 学校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 也需要遵守原则上不跨省出行的相关安排 方文卫视综合报道 好 这次国进和中秋节 也同时放假 那么这个假期应该比较长八天 黄金周应该是比黄金周时间多一天 那么在这个假期里面 其实中国内地的民众居民 可以说是过去几个月时间 应该是憋坏了 所以就是现在疫情好转 那大家都是要出去 很多人了 不是所有的人 我想很多人都愿意出去旅游 那么这个旅游过程当中 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说使得国内的 这个内地的这个消费 应该在逐步的回溯 或者是快速的复苏 这个对经济增长 当然有好处了 那么但是关键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虽然好转 但是这个长假期那么多的人流 万一有一两个 比如说是减载的这个带病者 或者带菌者 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会 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可以说 是对中国内地各个省市 特别是旅游景点 他们的防控的这个能力 防控的这个效果 是一个再一次的检测 再一次的这个确认 因为在五一节期间 当时大家也是比较担心 其实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那时候也讲过 也就是五一节假期 也是当时也有不少人出去旅游 那么很多的这个景点 都集中了很多的游客 当时我也提出来就是说 这个对中国的内地的防疫 这个是一个再一次的检测了 到底你过去做的怎么样 那么这次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假日里面应该能够得到检测 但是还好五一节呢 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疫情的 这反复的情况 但愿在这个中秋节 或者是国庆节这个假期里面 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如果真的能够控制得好的话 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新的病例的话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内地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 因为你跟欧洲相比了 不用跟美国相比 美国现在是不用跟他比了 跟欧洲国家相比的话 现在又出现第二波的疫情 控制得非常的不好 那如果说中国内地 要是把持续的控制好的话 不只是安全问题解决了 而且是经济复苏 经济发展这个问题 也会逐步的恢复到正常状态 好 下面一条新闻 那是印度媒体报道 说这个印度军方 正在向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 调派坦克等作战装备 我们先看一下报道 印度媒体报道指出 印军向拉达克地区东部 靠近中印边境实控线的 九马尔代姆交革地区 部署了T90、T72坦克 以及BMP2步兵战车 相关军备可在零下40摄氏度的 环境下作战 报道还指 印军正在驻扎地 为官兵新建掩体和组合式设施 以鼎域严寒 拉达克地区将在10月步入寒冬 届时当地气温可能会急降 夜晚温度可达到零下35摄氏度 且有狂风刮过 印军将领表示 印度在人员训练和后勤物资上 都已经做好应对极寒天气的准备 此前中印两军第六轮军长计划 在墨尔多边境会谈会晤站举行 并在会合共同发布了联合新闻稿 指中印围绕稳控中印边境 时空线地区局势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以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县地沟通联络 避免误解误判 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 不单方便改变县地态势 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 复杂化的行动 中方早前已强调 中印边境冲突责任完全在印方 希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 通行卫视综合报道 西亚外高加索地区的局势 依然是紧张 亚美尼亚和阿萨拜疆 在有主权争议的 纳卡地区的冲突 是28号还在持续 有外电报道说 亚美尼亚在有15名士兵死亡 实在近日以来 死亡的士兵总数已经达到30 另外还有200人受伤 而在阿萨拜疆方面 冲突中有6名的平民死亡 19人受伤 我们看一下报道 在争议边界动用火炮 亚美尼亚和阿萨拜疆 与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 仍未平息 两军持续交火一晚 并互相指责对方使用重型武器 阿萨拜疆至 亚美尼亚军向纳卡地区 周边城市开火 亚美尼亚则宣称 以重新夺回当地部分村落的控制权 双方还分别公开了好几支录影 亚美尼亚声称 以摧毁敌方多量坦克 击毙多名敌军并减获大批装备 阿萨拜疆的影片就显示 军队以火箭炮及装甲部队发动攻击 另一支影片看到 集中的亚美尼亚坦克部队预袭 纷纷中弹 而分析认为 这是严重的战术错误 两国前一天先后进入战时状态 亚美尼亚较早前动员全民参军 阿塞拜疆28号全国局部动员 即日起征召预备役军人 另外亚美尼亚驻俄罗斯大使表示 土耳其已从叙利亚北部 向阿塞拜疆派出约4000名士兵 介入这场纷争 但阿塞拜疆当局否认 并指这是亚美尼亚又一次挑衅 完全是一派忽言 阿塞拜疆是土耳其的传统盟友 在安卡拉 土耳其防长阿卡尔 反制亚美尼亚从国外找帮手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 国际普遍承认是阿塞拜疆的自治州 但当地大部分居民是亚美尼亚裔 苏联解体后 两国为争夺纳卡地区爆发战争 亚美尼亚控制了纳卡地区 及周围的阿塞拜疆部分领土 1994年两国达成停火协议 但争然处于敌对状态 不时在纳卡地区爆发冲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都曾经是苏联联邦的两个成员 当时这个事情其实就已经发生了 在苏联里头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只不过是一直被压下来了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这两个地方独立成两个国家 从此之后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主要涉及的问题就是 一个有争议的地方叫纳卡地区 这个纳卡其实就是一个很长的名字 叫Nakano Harabakh 这个很长的名字所以叫纳卡 这个纳卡地区本来应该 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阿塞拜疆人 但现在这块地方是亚美尼亚给占领了 那么所以双方就在为这个问题 就是不断地展开了一些冲突 但是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了 过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 过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 那他们俩这个军事冲突 紧张局势实际上其他国家 也不是很重视 你看现在欧洲国家 每次基本上已经发表声明而已 美国也不太管 俄罗斯方面呢反正就看着 就是观察嘛 看看动向 那过去其他周边的国家 也有插手 但是都没有把它当回事 但现在这个事情呢 好像要把这个事情搞得失控 然后全球都在关注 可能大概有这个意思了 其中有一方肯定也是希望 大国能够重视它 然后呢 就是战争解决不了的 就在和平谈判当中解决 这个现在问题呢 死人是肯定还会发生 持续这个冲突肯定还会发生 但是这个双方都不可能 通过这样的军事冲突 来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为什么解决不了 是因为各自都有大国 在后面撑着 那个亚美尼亚后面是俄罗斯 阿塞拜疆后面呢是土耳其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国 也在插手 但主要是这两个大国 如果这两个大国 他想打 那就让他打 他们俩打 就等于说代理人战争 如果不想打 也不必那么支持 不要鼓动 让我收敛一下 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局势 我个人的判断呢 大国 就是土耳其跟俄罗斯 在当中发的作用很大 他们如果也想打个代理人战争 就鼓动大家去打 如果是不想把这事情 搞得收拾不了 不要到那个地步 那么估计可能都会有人 在就像布偶一样 把线给拉一下 估计是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 这个事情肯定还会不断地发生 但是不可能爆发成为一个地区性的 一个非常危险的局势 那主要看俄罗斯和土耳其 他们之间要达成什么样的交易 好 下面去看一下 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 其他的重要标题新闻 休息一下再回到这种编辑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提名保守派的法官 巴雷特接替刚刚逝世的金斯伯格 出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27号就表示说特朗普这一举动 违背了一切国家的先例 目的就是为了废除评价医疗法案 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发表演讲时 猛烈抨击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 接替世事的金斯伯格 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决定 拜登表示 国家的力量掌握在人民 法治和遵循的先例当中 他呼吁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议员 悬崖勒马 捍卫曾誓言守护的宪法 将表决通过提名的时间 推迟到11月3号的 大选投票日之后 shortly before Justice Ginsburg's past she told her granddaughter and I quote my most fervent wish is that I will not be replaced until a new president is installed end of quote never before in our nation's history has 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 been nominated and installed whil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already underway it defies 拜登还指出 有记录显示 巴雷特曾两度反对最高法院 支持评价医疗法案 及奥巴马医改 而如今金斯伯格仍未安葬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民 还在投出选票 特朗普政府就想利用这个空档 在最高法院任命 较多保守派法官来推翻法案 而特朗普当天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如果最高法院废除奥巴马医改 他将有更好更便宜的替代品 对美国而言是巨大的胜利 由于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 掌握多数席位 民主党很难拖延或阻止参议院 通过对巴雷特的提名 有分析认为 与其打一场已经注定的败仗 民主党目前希望通过聚焦医保问题 展现一个保守派大法官 占多数的最高院 将如何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而施压共和党的选情 布黄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天 发表了调查报告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是一个避税达人 在他赢得大选的2016年和2017年 他每年只缴纳了 这个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而在此之前的15年当中 有10年竟然是没有缴纳过任何税款 在周日晚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 特朗普强调 他缴纳了许许多多的联邦所得税 并指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特朗普又批美国国税局 对他很不好 纽约时报27号刊登一篇万字记者调查 翻查特朗普入主白宫前20多年来的税务记录 发现特朗普深谙消账的一数 在暴称名下产业亏损的同时 本人则能维持奢华的生活 豪至千金都通过商业支出来冲销 例如他在录制综艺节目《学徒》期间 理发费用花去了7万美元 伊万卡则在7家特朗普产业下 销到了95,464美元的装发费用 另外 特朗普在未来四年里 将有3亿美元的贷款陆续到期 纽约时报长文发表后 特朗普集团发言人回应指 文章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不准确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首先讲讲大法官的事情 大法官任命一个新的大法官 特朗普当然有这个权利 他是总统嘛 所以选当然任何一个总统 都会选他自己信任的 喜欢的一个法官 这个呢 其实在民主党执政时期 也是一样 奥巴马总统也是在退休之前 在下台之前也任 也是提名了一个大法官 只不过在参议院里面没有通过 那么在现在呢 就是特朗普提的这个法官呢 在参议院通过是毫无问题的 所以民主党对他也没有办法 拜登对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进入这么重要的位置 就是特朗普任命的 将来也会为特朗普服务 这个在政治立场 宗教信仰等等方面 肯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就是拜登没有办法 只能说这个事情呢 是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攻击特朗普 说特朗普这么搞 就是要把奥巴马当时 所通过的那个医疗法案 给推翻 然后呢 以便赢得更多的一些 中下层的这个老百姓 包括黑人选民支持拜登 这个政治目的非常的明显 我们不讲谁对谁错 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目的 非常的明显 那么至于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 也是有个有计划 有预谋 一个行动 也是一个政治目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报道出来 这样一个涉及到特朗普 这样的一些所谓不交税的 这个总统 目的就是要打击他们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都是为了选举 都是为了政治 纽约时报报的东西 当然我觉得把特朗普那些 这丑闻报出来也挺好 我觉得大家都愿意看 但是问题这个实质上 本质上我们必须要说出来 就是说纽约时报也好 华盛顿邮报也好 CNN也好 或者Fox News也好 实际上他们在 尤其是在选举年 他们如果说他有政治偏向 有政治企图的话 他肯定会不断地做 不同的一些事情 像华盛顿邮报 我估计接下来 就要跟纽约时报一样 可能也有 很劲爆的料给爆出来 黑材料也会爆出来 这是肯定做的 这不过是不是假新闻 那另外再说 反正他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打击特朗普 当然共产党也不会放过拜登 近期墨西哥城宪法广场 放置了许多的抗议示威的帐篷 而在宪法广场上的另外一侧 也有人在举行集会 他们是代表了两派 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的民众 请看记者当地时间 今天27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他们是反对 现任总统洛派斯的 全国阵线的示威者安置的 他们在这里已经连续好几天 安营扎载 抗议现在的总统洛派斯 在靠近总统府的地方 我们看到有一群市民正在举行集会 他们是支持现任总统洛派斯的民众 而在他们对面用铁栏杆 三层铁栏杆隔开的市 反对现任总统洛派斯的示威者 那么这些示威者来自了全国各地 他们在协法广场安营扎载 我初略估计了一下 应该有250个帐篷左右 由于两派示威队伍是持 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所以市政府出动了 包括防暴警察在内的500名警察 维持秩序 不让两派的示威者见面 防止发生身体冲突 而根据不久前墨西哥媒体的民调写示 总统洛派斯的支持率 仍然维持在60%左右 反对他的人主要是保守派人士 这些人反对政府进行的第四次变革 而洛派斯的大力反腐行为 和施行倾向于底层民众的社会发展项目 又赢得了众多中下层民众的支持 凤凰卫视江美郡 墨西哥城报道 最后请你浏览一下 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